第153章 死在庚南 死于庚北 幽州长庚城三里外的一座驿站 一位披有后囚以御风寒的年轻人 站在路旁 身边站着个孩子 正站着口水翻越一部泛黄书籍 北梁道的驿路两侧多知怀柳 但是这条驿道却有些不同 只有滋润之秋的梧桐 据说这里头大有讲究门道 当年大将军徐骁锋芒旧翻 长庚城的富豪 为了讨好这位号称杀人不眨眼的人徒 专门换上了近千颗绿意森森的梧桐树 只因为世子殿下的名字里 有个凤字 凤飞梧桐不漆嘛 可惜大军绕道继续西行 徐骁根本就没有入城 让那些割肉的豪身一顿好事尴尬 不过随着世子殿下世袭网替北梁王后 新梁王的新妇黄甫平 又升任幽州将军 成了长庚城的主人 于是那些老人就乐了 隔三差五就跟后辈们炫耀自己 是如何如何的先见之名 去年怀化大将军钟鸿武 坐镇的灵州官场翻天覆地 幽州却得以相安无事 这些个老头子就更是得以非凡了 而且黄甫平也的确对这波老人的家族 颇多照服 时下长庚城就有一个溜须拍马 二十年都不晚的有去说法了 远方一路上扬起阵阵尘土 马蹄声越来越近 年轻人收起思绪 当围首一骑身穿北梁境内罕见的紫袍官服 要知道精子不如帝妃 说的就是紫袍金官的权柄 不如身穿飞袍 却能牧首一地的地方官员 那位封江大吏 翻身下马就要下跪时 年轻人笑着白手道 急着赶路 免了 上车说话 来者正是幽州将军黄甫平 能让他跪拜的 当然也就只有北梁王徐凤年了 两人坐入马车厢内 徐凤年的大徒弟余地龙 小心翼翼收起那本册子 坐起了车夫 背负长霞的剑道宗师弥凤杰 和腰培梁刀的死士樊小差 这两位高手分别互驾在马车左右 徐凤年跟黄甫平相对而坐 只是一个随意盘腿 一个跪坐的一丝不苟 黄甫平请罪道 让王爷久等了 徐凤年没有说话 黄甫平也清楚 那套官场应酬 只会让眼前这个人反感 立即说道 根据最新谍报 渗入幽州境内的珠网提干 补廷狼和捉碟士都以斩杀殆尽 北莽江湖高手 除了六人不知所踪 也都处理干净 其中策反两人 其中一人用以调出那六条漏网之鱼 其中一人用作暗棋遣返北莽 徐凤年点了点头 他并不会掺和具体事物 对楚路山苦心经营起来的浮水房 更不会去指手画脚 所以转移话题问道 徐掩兵那边如何了 黄甫平答道 还在追杀途中 当时截杀燕文鸾的十人 除去铁骑而口渴当场避命 其余八人一起向北逃窜 六日前 提兵山峰主沃伊拉 率先被其余高手当作弃子 为徐掩兵杀于奉起官 四日前 北莽魔头阿和马死在幽州边境以北三十里处 但也成功拖住了徐掩兵 好在三天前 观音宗炼器事发现蛛丝马迹 才发现那六人竟然折回了幽州西北的舍流郡 差点就给他们逃脱 两天前 又有两大北莽高手死在徐掩兵枪下 徐凤年轻声笑道 那就只剩下公主坟小念头 大乐府那个听说是诸王李密碧的老相好 还有寄荐器进黄金之后 最有希望成为剑仙的铁木碟 十大顶尖高手连妹出动 而且之前机关算尽 到头来落的这么个凄凉下场 恐怕那老玉和李密碧都想不到吧 对了 传言铁木碟很年轻 北莽江湖一直说他是草原上的邓太阿 而且在逃亡途中境界暴涨 不但迅速晋升纸旋 凤起关最后一剑 还有了几分剑仙风采 是不是真的 黄福平点头道 铁木碟与其他境界停滞的北莽高手不同 武道修为一日千里 几乎每经历一场死战就有收获 谍报上记录 此人年岁至多二十八九 中等身材 但夜下涨显 四龙林 传言深具真浓气象 说到这里 黄福平积笑道 铁木碟祖上却是草原雄主 大凤王朝最后那点元气 就是被他祖辈给折腾没的 至于夜下 生有龙林一说 想来是好事者的无稽之谈 徐凤年摇头道 没这么简单 黄青死后的气数 既然没有给一节柳 那就是到了铁木碟身上 说不定同仁师祖的那份也给了他 黄福平虽是江湖出身 但他恰恰是最憎恶江湖的 甚至可以说是恨之入骨 徐凤年突然笑了 结果还是死 谁让他遇上了一位半步武圣 看得出来 徐叔的境界也在稳步攀升 他这小半步 比起别人连破数个境界 那可都要来得恐怖 徐凤年眯起眼 靠着车臂 缓缓道 旧的江湖在战马铁蹄之下 很快就要成为绝项 也不知道以后的江湖是怎么一个景象 在这之前 北梁渔龙帮也好 灰山大雪平也罢 都是昙花一现了 道德宗 齐剑乐府 提兵山 公主坟 武当山 徐衍兵 随邪谷 弥凤杰 吴家百气百建 加上已经无法抽身的南海观音宗和西域烂陀山 接下来还有多少高手会死在北梁 黄甫平恨恨道 北莽不过是随随便便调动了两万余骑军 那既北塞外八十宝寨就尽数内签 这帮有恃无恐的酒囊饭袋 有本事干脆把衡水 银耀两成也给让出去 徐凤年平静道 银耀城守将刘彦郎 是出了名的墙头草 京城一有风吹 他的动作能比京级官员还要更快 有袁亭山在的冀北边关 要故意给北莽放水 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我们就不要抱有希望了 黄甫平脸色阴沉道 如果刘彦郎果真丢掉银耀的话 那么恒水城也就等于孤悬关外了 何况手握恒水城的武将魏景堂 还是首辅张巨鹿 少数前往军中攀升的得意门生 此人这么多年 对北梁始终抱有强烈敌意 如今张巨鹿一死 魏景堂自保都难 就更不会跟兵部对着干了 说不定撤得比刘彦郎还果断 如此一来 既被门户大开 北莽一旦持续投入兵力 加上顾建堂的辽西边军纹丝不动 那么我幽州葫芦口 就真的有父辈受敌的可能了 玉栏刀那只幽州骑军的处境不妙 当初优劣于葫芦口外 蓝腰截断北莽 东线粮草的经略 也就成了空谈 徐凤年冷笑道 没事 若是刘彦郎魏景堂 不愿意镇守国门 就让玉栏刀的一万幽州骑军 去帮他们守 高空中 一头神郡飞禽 猛然间破开云霄 倾斜坠落 临时充当马夫的余地龙 笑脸灿烂地抬起手臂 他停在孩子手臂上 双爪如钩 是大力尘 好在余地龙的契机雄厚 根本就是个怪态 这头属于六年凤品种的海东青 只出自辽东 当年由楚禄山亲自熬出 送给世子殿下 两辽共品分九等 在两辽猎户说成九死一生 难得一清的海东青中 三年龙和秋黄两个稀有品种 都高居第一等 六年凤更是可遇不可求 徐凤年初次游历江湖 除了老黄和那匹猎马 就还有这头六年凤陪伴 余地龙欢快喊了一声师父 徐凤年探出帘子 结果这头毛笋 亲密地摸了摸他的脑袋 才解下绑在他腿上的戏绳 然后轻轻振臂 六年凤随之展翅高飞 在主人头顶盘旋几圈 才骤然拔高飞速离开 传来的情报 只有简简单单的三个字 为死守 意思很明确 魏敬堂会死守恒水城 徐凤年轻声感慨道 疾风之净草 高兴之余 黄甫平疑惑道 魏敬堂为何拼着性命 不要也要守住恒水城 难道是楚都护的暗中谋划 徐凤年摇头道 拂水房的手腕再厉害 也不可能买通魏敬堂这种读书人 徐凤年想了想 说道 大概是他恩师张巨鹿的死 让魏敬堂下定了决心吧 黄甫平仍是愤愤不平 可惜偌大一个冀州 才出了一个魏敬堂 徐凤年面无表情道 怎么不说偌大一个黎阳王朝 才出了一个张巨鹿 短暂沉默过后 徐凤年笑道 看来得你独自去幽州了 我去一趟冀北找玉鸾刀 顺便见识见识纳为魏敬堂 黄甫平心头一颤 震惊道 王爷 你难道要以身涉险 亲自上阵带兵前往葫芦口外 不等徐凤年说话 黄甫平跳下马车 身形略至一路前方 然后扑通一声跪下 一言不发 就那么跪在那里 余地龙匆忙让马车停下 徐凤年下车后走过去搀扶 这位有师官仪的幽州将军 但是曾经被灵州官场 嘲笑为清凉山下头号 看门狗的黄甫平 死活不愿起身 徐凤年沉声道 起来 黄甫平趴在一路上 嗓音沉闷道 黄甫平若是今日不拦住王爷 明天就会被楚都护 燕统领和二郡主打死骂死 一个杀敌哪怕数万 但英勇战死的北梁王 比不上一个在北梁境内 好好活着的北梁王 徐凤年皱眉道 这点不需要你提醒 我比谁都知道轻重 放心 我会带上弥凤杰和樊小差 再说了 我虽然境界不如以往 但要说逃命自保并不难 如今北莽的顶尖高手 真不多了 黄甫平显然是打定主意 一根筋到底抬头死死望着徐凤年 追问道 若是拓跋菩萨亲自截杀王爷 又当如何 徐凤年无奈道 拓跋菩萨正在奉旨赶往刘州的路上 何况你望了幽州边境上 马上就能收尾的徐衍兵 见黄甫平还不愿意起身 徐凤年踹了他一脚 气笑道 黄甫平 你的死剑比起泰安城阎关的火候 差了十万八千里 起来吧 黄甫平缓缓起身 犹豫了一下 轻声道 王爷 下官说句大逆不道的真心话 你不能死 你死了 黄甫平这辈子都做不成北梁的顾剑堂 对于黄甫平的掏心掏肺 徐凤年只是瞥了这位幽州将军一眼 便一笑止之 然后和于帝龙各自骑上一匹马 与弥凤杰反小差 似其远去 黄甫平不去擦拭额头的汗水 双方心知肚明 他黄甫平真正想说的 不是什么北梁的顾剑堂 而是黎阳王朝的徐骁 有朝一日 猎土封王 黄甫平也不介意徐凤年 知道自己的野心 四骑在一路上向东击齿 骑术已经十分精湛的于帝龙 转头看了眼那只骑队 说道 师父 这个幽州将军怎么说来着 什么有什么灯的 徐凤年笑道 你想说不是省油的灯 跟谁学的 师妹王生还是师弟吕云长 孩子嘿嘿笑着 徐凤年打趣道 想念王生了 那当时怎么不跟他一起去北莽 孩子赶紧板起脸 一本正经道 他跟那白虎脸是去北莽 砥砺武道的 我哪能拖他后腿 他可是说了 等回到清凉山 肯定一个打我和吕云长两个 徐凤年含有深意道 你呀 输了一半了 余地龙愣了愣 师妹果然在北莽 能练成最厉害的剑法 然后他又忍不住 自顾自地开心笑起来 徐凤年摇了摇头 一直言语不多的 迷凤杰担忧道 冀州毕竟不是北梁 有许多潜伏的照沟眼线 王爷还是小心些为好 徐凤年点了点头 迷凤杰不露痕迹 看了眼那女子死是樊小差 这名纸权宗师不明白 为何徐凤年要捎带上他 迷凤杰打定主意 要死死盯住他 以防不测 神情冷漠的樊小差 目视前方 冀州 曾经隶属北汉疆土 其实不光是当初冀州寒家 北汉国座长达160余年 有太多太多士族豪门 都曾是北汉的臣子 而他樊家更是世代 赞英满门中烈 徐凤年突然说道 这次你顺路去给樊家祖辈 上坟敬赐酒 以后未必有机会了 你要是最后决定留在冀州 我现在就可以答应你 你不用急着回答 到了那边再说 樊小差猛然咬住嘴唇 渗出腥红血丝 眼神疯狂 他笑道 我没脸面去祖宗坟前敬酒 既然我杀不了你 甚至都不敢对你出手 但我就可以亲眼看着你死在沙场上 弥凤杰侠内鸣剑大阵 怒道 樊小差 你寻死 樊小差肩头微微颤动 笑声越来越大 高坐在马背上 满脸不屑 嘖嘖 只旋高手 我真是怕死了 徐凤年平淡道 够了 弥凤杰深呼吸一口气 樊小差也立即收敛起 那骨子癫狂意味 他们两人的坐骑 没来有马蹄一致 被忽视的那个孩子余地龙 看了眼伸手扶了福建侠的老头子 又看了眼握江手指 有些发青的年轻女子 这位徐凤年的大徒弟 偷偷撇了撇嘴 徐凤年闭上眼睛 他知道 幽州湖路口 已经开始死很多人了 黎阳王朝的汉林前辈修 北汉史 不吝笔墨 不同于对冬月南唐 两地的刻意贬低 对北汉尤其是冀州尤为积赏 称之为冀州满英烈 皆为慷慨永世 死后亦无愧英魂 但是在北汉军中抵住的樊家 在与人徒徐霄的对峙中 一位接着一位慷慨赴死后 在韩家投靠黎阳 最终被满门抄斩后 在老将杨慎姓率先冀州老族 被困于广陵道后 耗尽了冀州的永烈之气 冀州就像是个不服老的 池暮老人 终究是真的老了 夕阳西下 位于冀北最前沿的 横水城城头 两人并肩站在余晖中 身穿黎阳文官功服的 男子四十来岁 气质儒雅 但是脸旁有着 九居边关的粗力沧桑感 他便是横水城的 首将魏敬堂 永辉九年的榜眼 却没有选择 将汉林苑作为官场跳板积攒人望 先是在兵部官政半年 很快就主动跟作师张巨璐 请求调往边陲 首府大人只答应了一半 答应他的外调 却没有答应魏敬堂前往辽东 于是魏敬堂就来到了冀州 先是在冀南担任县令 随着官品越来越高 他主政一方的辖境 也越来越靠近冀州边境 直到成为统领冀州 横水城军政的主官正四品而已 论捞油水 只要不去沾碰边境商贸 甚至比不上江南那边的县令 论官威 他比起那批科举童年中 几位顺风顺水的佼佼者 更是差了太多 尤威当初不过是三甲同进士的 同乡同年 年少时与他有间隙 在京城不过是个兵部主事 这么多年就一直给他穿小鞋 先前兵部官员官政边陲 队伍中有那位童年的兵部同僚 捎带了封信给魏敬堂 信中幸灾乐祸地询问 西北风沙的滋味如何 更扬言要让他在横丘 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喝足一辈子 魏敬堂对此一笑而过 那位攀附上京城进三郎的童年 大概永远无法了解 他眼中不毛之地的大漠边塞 是何等气象万千 又是如何能让一个读书人 气比头戎而不悔的 魏敬堂身边站着的青年武将 正是幽州万鱼齐军的年轻主将 玉鸾刀 先前北莽齐军示威官外 刘燕郎放弃银耀城 只留下一些老落残兵 和十来名不懂孝敬上官 而被留下等死的官吏 玉鸾刀的齐军 没有急于入城 而是在银耀城外驻扎下来 然后发现恒水城没有动静 这才在两天前独身入城 找到他魏敬堂 之后 玉鸾刀手下接管了银耀城的粮仓 魏敬堂案例其实可以管 但对此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下属有人愤然 魏敬堂只说了一句话 银耀粮草 我们恒水城动不得 拿了一粒也有人要丢官 但与其被北莽蛮子当成男亲 叫给愿意向北莽拔刀的人 又如何了 英俊非凡的玉鸾刀腰间 除了配有那柄祖传的绝世名刀大鸾 还有一把同样扎人眼球的崭新梁刀 他轻声问道 魏大人 我始终想不通 但我还是想代替北梁 向你道一声谢 魏敬堂默然无语 神情坚毅 望着那一望无银的黄沙大漠 不难洗 是一罪 放任银耀粮草为 幽州齐军战友 更是一罪 若是那兵部官政官员 回京后参上一本 在折子上说几句 类似智政无方的言语 又是一罪 恕罪并罚 已经足够未尽堂掉脑袋的了 横丘城那些 幻命之交的老兄弟们 也不理解 有人差点想要 直接把他绑去济南 说恒水城有他们 来死守便是 不缺你魏敬堂一人 但是魏敬堂最后 仍然还站在这里 玉鸾刀笑道 虽说我那一万旗的粮草不及 有某些冀州人士 冒着风险暗中支持 但若是没有银药粮仓 近日仍是要捉襟见肘了 那袁亭山可是迫不及待 要给我点颜色瞧一瞧了 魏敬堂不偏不已说道 其人品性虽似跳梁小丑 惹人厌恶 但不得不承认 此人治军用兵 相当不俗 玉鸾刀看着 数十里地外远处 陆续升起的一缕缕狼烟 笑道 魏大人 就当玉某 与你赌气好了 今日中要好叫你知道一事 幽州骑军 虽不如梁州铁骑 但比你们纪北齐军 可是要强上很多啊 魏敬堂似笑非笑 无奈道 本官拭目以待 玉鸾刀转身就要大步离去 突然又转身回来 摘下腰间 那把梁刀搁置在城墙上 神情正中道 魏大人 不管你收不收 这把梁刀我都送给你 我北梁敬重所有敢于死战的人 魏敬堂没有去拿起梁刀 笑问道 哪怕我是首府大人的门生 哪怕我一直骂大将军 徐骁是乱国贼子 玉鸾刀哈哈大笑 猛然抱拳 留下梁刀 潇洒离去 魏敬堂目送这名 本该在黎阳官场前程锦绣的 御室敌长孙走下城头 收回视线 看着那柄北梁刀 轻声道 好一个北梁 魏敬堂抬头望向天空 满眼泪水 微笑道 恩师 你在信中问我 敢不敢一起下去喝酒 学生味敬堂 乐意至极 幽州葫芦口外 一顶有重兵把守的巨大帅帐内 上等李玉瑶出品的炭火熊熊燃烧 春寒全部都挡在帐外 帐内三十多人中 有一半身披北莽高层武将甲咒 另一半则身着南朝兵部官服 后者年纪都在二十到三十之间 此时大军先锋已经率先开始突入葫芦口 前军九万余人 主将杨元赞 统帅各部兵力 主力是这位北莽大将军的三万亲军 龙腰州各大军阵兵马有四万 但真正的精锐 却是占领南朝兵部侍郎贤的洪敬炎麾下 那两万柔然铁骑 柔然山脉一带 历来便是北方草原惊奇的兵源种地 出骏马更出剑足 最重要的是比起其他地方 柔然铁骑更服管束 愿轻生赶死战 北莽黎阳在永辉年间那么多场大战 柔然铁骑展露出来的汉勇 连许多中原名将都侧目 当时黎阳老首府 也不得不承认此地蛮子有大秦古风 除了杨元赞坐镇的先锋大军 已经长驱南下 其余二十万兵马依旧在葫芦口外 按兵不动 比起历史上游牧民族的寇官侵略 这次南下北梁显然要更有章法 杨元赞是北莽东线名义上的主帅 但杨元赞领兵出征后 看似群龙无首的帅杖 却没有出现一丝混乱 无数条调兵遣将的军令 从此处精准下达个军 这就得归功于南朝军政第一人的董卓 在他一跃成为南院大王后 着重改制兵部 增添目前军机郎一职 顺势提拔了一大波年轻人 担任兵部幕僚 人人遇刺锦衣遇待 因此又有目前锦衣郎的绰号 虽然品质不高 但可谓位卑权重 他们制定出来的用兵策略 只要通过西京兵部审议 别说军阵将领和大草原主 就连各州持节令 以及杨元赞洪敬炎这些大将 都要按理行事 大战开启后 这些军机郎一律离开兵部 随军而行 大多赶赴东县 董卓给予他们 剑机变异行事的大权 西京庙堂上 当然不可能没有反对声音 只是一来 董胖子没怎么搭理 还厚颜无耻 拿了女帝陛下的圣旨 做挡箭牌 再者那些如同一夜之间 跻身朝堂中枢的年轻人 多是耶律慕容两姓 要不然 就是浊然高于的龙光贵族子弟 出自于北蒙 北七南三甲子 十姓中的年轻巧楚 最次一等也是北蒙 以字大姓 可以说董卓这一首破格提拔 差不多将北蒙顶尖贵族 都给一网打尽了 因此 西京的那点唾沫 都不用会做人的 南院大王亲自反驳 就已经早早淹没在更多的口水中 只不过 北蒙很快就意识到 董胖子的阴险狡诈 这些军机狼分成两拨 一拨到了东线 撤走大将军杨元赞 一拨则去了 大将军柳归所在的西线 唯独他的中线 一个都没有 只是大据已定 加上梁州以北的战士 注定会最僵持最血腥 去那里捞取军功实属不易 军机狼身后那些老奸巨华的祖辈父辈们 也就配合默契地捏着鼻子刃了 只不过 当几乎所有人都以为 幽州葫芦口战役 仅是梁州战士的佐久小菜时 南院大王董卓 竟然亲自赶到了这里 来到一群军机狼之中 宽阔如大殿的军帐内 董卓站在长桌异端的最北位置 桌上搁置有汽有山脉 河流 城池的沙盘 葫芦口地是一览无余 大风末年 就有一代数算奇人 在著作中提出斜面重叉数 后来又有制图六体 经过三百来年的完善 之后黄龙氏更提出海拔一说 使得沙盘之意盘之巅峰 故而当今沙盘之精细准确 足以让古人瞠目皆舍 在这座沙盘上 红心甲一手缔造的 葫芦口物宝体系 得到最直观的体现 三乘六关两百债宝 在沙盘上都有标识 数量更大的封碎 因为太小 只有那些占据显地的重要封碎 才以长不过寸的小旗帜表现 风尘仆仆的南院大王 才刚刚率数百董家亲戚赶到此地 只喝了口杨山味 颇重的粗烈奶茶略微屈寒 就让一名孤塞州士族出身的 年轻军机郎 开始讲述葫芦口战事进展 后者手中提着一根 碧玉质地的纤细长杆 在一群杀气腾腾的武将中 也毫不怯场 在沙盘上画了一个大圈 朗声道 北梁重用红心甲 截至近年开春 幽州葫芦口在此人手上 迎建债宝214座 黎阳大兴宝债一事 发任于永辉初年 听到这里 很快就有一名打着主意 来幽州抢粮抢人 抢军功的大草园主 忍不住翻白眼道 别扯那些没劲的玩意儿 就说咱们的儿郎 杀到葫芦口何处了 斩了多少颗脑袋 你这玩说得轻松 董大王和咱们也听得爽力 每次听你们读过书的人 在那念叨 两张嘴皮子 巴唧巴唧的 老子就打瞌睡 董卓看都没有看一眼 那位口无遮拦的大吸梯 盯着沙盘 缓缓说道 继续 大草园主 顿时缩了缩脖子 不敢造次 那名目前军机狼 继续说道 黎阳大兴宝寨屯田 最早是冀州寒家提出 初中是减缓黎阳早期 发动战事的粮草 不给压力 后来黎阳顺势将冀州 各阵边军 后撤内袭 充实内地防务 缩短运粮路程 一旦战事起 也可先以债宝 组织冰封锐气 再由后方主力兵力 四级出击 只是十多年来 黎阳故意中两辽 而清济北 显然是有意将冀州 这颗软柿子 当成了幽州的葫芦口 只要我军南下 选择以冀州为突破口 北梁和两辽 就可以展开夹击之势 军机郎手中那根碧玉长杆 指向了葫芦口北部某处 北梁宝寨尤为雄壮 大寨周千部有余 小寨周八百部 大宝周六百部 小宝周三百 且宝寨从无定形 与葫芦口各处地理形式紧密相连 死死控厄 河谷要道 墙体多为夯土 且有包砖 许多宝寨内外树层更有高低之别 稍不留心 我方即便成功攻入宝寨大门 仍是有硬仗要打 足可见红心甲用心险恶 就像此处的葫芦口宝寨群 以早马寨为核心 有清风寨风起宝在内 十八宝寨拱位 相互呼应 总计有务守将足三千四百人 此地肯定会产生双方的第一场恶战 他手中预竿 微微向南偏移 若北梁葫芦口 仅是有这些债宝封碎阻挡 不知一提 但是在陈之报担任北梁督户后 葫芦口建起了三座城墙高耸的牢固城池 虽远逊西北第一雄镇虎头城 但绝对不容小觑 这座依山而建的卧工城 就是其中之一 事实上 葫芦口北方防线 所有物保封碎 都是依附卧工城 不同于保寨的死守 葫芦口三城内 都住有数量不等的幽州精锐骑军 一位橘子州正三品武将笑道 那幽州也有拿得出手的骑军 我还以为 那燕文鸾手下 只有一群乌龟爬爬的不足呢 乌龟爬爬这个典故 在北莽流传已久 这二十年来 两莽战事大多发生在梁州北线上 幽州一向狼烟寥寥 北梁部军大统领燕文鸾 这头老虎在北莽眼中 就没什么威势可言了 年轻一辈的北莽将领 对北梁督户楚路山 或者是新任骑军统帅 袁左宗都还算福气 毕竟很多年前那几场 战于北莽腹地的大型战役 袁左宗的战功都有目共睹 那路球更是一路撵着 如今的南苑大王 追杀了差不多千里路程 再者北莽铁气如风 对慢悠悠的部军 怎会瞧得上眼 所以燕文鸾在北莽 就有了一个乌龟大将军的绰号 董卓终于出生 面容肃穆倒 你们都清楚 我十多万董家军 已部族居多 但你们可能不知道 我董卓起先如何掉 教部军都是亦步亦趋 跟那燕文鸾学的 虽然如今足以傲视绝大多数 幽州不足 但被你们笑话成乌龟大将的燕文鸾 别的不说 他手底下有一千重甲铁士 其战力仍是当之无愧的天下低部军 董不足的战力如何 还需要我自夸几句吗 董卓抬头看了眼在场众人 眼神冰冷 幽州骑军上不了台面 别忘了 那只打得咱们孤赛州变成筛子的龙象军 老底子可就是幽州军 董卓阴森森笑了笑 露出一口血白牙齿 对了 忘了跟你们说件密室 大将军杨元赞 在得知自己要对阵燕文鸾后 已经安排好后事了 你们要是觉得我董卓 这是在长他人稚气 灭自己威风 没关系 嘿 反正我把丑话说前头 到时候 谁被幽州守军打疼了 记得可千万别跑到我和陛下面前诉苦啊 在场披甲武将都有些幸幸然 那群最近没少遭受白眼的军机狼 则只觉得大快人心 前段时间 后者不厌其烦 给先锋将校详细讲解 葫芦口北部物宝群的地势 构造和兵力分配 几乎详细到了每个债宝每座封碎 这些看似琐碎的消息 都是北莽碟子 用鲜血换来的珍贵军情 只是当时军中武官大多都打着哈欠潦潦草应付 在他们看来 北莽铁骑马蹄所致 想者杀不想者更杀 打仗就是这么简单 哪里需要跟个娘们绣花似的 这种根深蒂固的认知 官知不过从六品正七品的军机狼们 无法改变 但是一时风头无二的南院大王董卓 大驾光临 所有武将或多或少都有些警醒 尤其是那局大将军杨元赞安排后事 让帐内几位杨元赞新副将领 都冷汗直流 那位倍感神清气爽的持杆军机狼 在董卓眼神授意下 唯唯道来 以连绵成片的债宝 组织我军攻势 那只是十几年前 黎阳朝堂上文官的幼稚看法 其实在当时纪北的物宝出行 就已经明确告诉两国双方 在没有雄镇大城 作为防御核心的情况下 黎阳所谓的石蟒旗 不能深入为患的想法 太过天真 纪北当时边寨也不在少数 相距原者五十里 近者三十里 可谓紧密罗列于官房要害 但当年我大蟒用无数场 成功骑袭证明一件事 宝寨空恶药道不假 想要阻挡灵活齐军南下 吃人说梦而已 冀州宝寨林立 奋兵各处 如何赶战 所以后来黎阳阎官 纷纷弹劾那些冀北物宝校尉 骂他们扣大志则归缩 扣小志仍不敢出斗 唯有扣退去数百里方赶出 说到这里 军机郎微微一笑 伸手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嗯 黎阳阎官老爷们所说的这个扣 就是指咱们北盲铁骑了 帐内轰然大笑 就算是董卓脸上 也有些淡淡的笑意 一位手握数万丈牧民的草原大西梯 哈哈大笑道 忽颜军机 你要早这么说话 咱们这帮大老粗 也就不会不耐烦了吗 老说幽州那些债铺 如何如何厉害了得 也不好好夸一夸咱们大毛儿郎 咱们这帮觉得 读书十字笔砍头 还可怕的操爷们 可不就听不见耳朵了 董卓这次来幽州 主要就是给东县将领泼冷水的 不过未尝没有改善军机郎 与实权武将僵硬关系的心思 对于带兵打仗一事 在北莽 尤其是北方草原王庭 一个字就可以概括 操 董卓作为南朝庙堂第一人 他要做的就是让南朝的脑子 与北庭的武力结合起来 双方不但不能扯后腿 还要尽力合作 这绝非董卓在白日做梦 因为那些更了解中原战士精髓 更精通纸上 兵略的军机郎们 跟前线武将本就是一根线上的蚂蚱 说到底 大家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 只要董卓捅破那层窗指 双方就能够陆力同心 大家马背上转军功 马背下分军功 把幽州 把北梁一股作气打下来 那就等于将中原这个甲清高的 雍容贵妇衣裳给脱 光了 到时候 北蒙铁骑势如破竹 中原之主 就该随陛下一起姓慕容了 董卓下意识 牙齿敲着牙齿 眼神炽热 只要打下北梁这块硬骨头 大势就到北蒙手中 以后能够抵挡铁骑南下的 靠什么黎阳名将就别想了 北蒙的真正敌人 只有那一座座碍事的高大城池而已 想到这里 董卓走向帐内 一张偏桌 桌上放有葫芦口内三成的木质模型 出自能工巧匠之手 这是太平另命西京匠人精心打造的物件 大约有四十余箭 囊括了北梁所有重要城池 专门让前线将领知晓北梁城池的构造 东线幽州有八件 帐内暂时摆出来三件 当时马车颠簸 其中按照长庚城纺织的木贱就给颠簸的碎烂不堪 众多军机狼去找那负责运送的一名宗室官员讨说法 那仗着自己姓耶律的家伙扣着鼻屎说爱咋的咋的 当时他身后有数十名剑状护从都已经抽出了战刀 差点一言不合就要砍了那些军机狼 然后没过几天 一封圣旨就到了 那名宗室成员被当场砍头 随行护从悉数刺死 长庚城的崭新木贱也一并送来 船指内侍只对那官员的靠山撂下一句 此物是太平令亲自独造 于是那位战战兢兢的耶律将军立即就打消了为侄子喊冤的念头 军机狼又一次为帐内武将讲述那座木质沃宫城的构造 解释何谓制蝶躲墙 何谓女墙屁腻 何谓马面蹲台 以及各处弩弓配置 中间穿插着某个朝代的中原守城战役 等到口干舌燥的军机狼终于说完 董卓沉声道 诸位 中原城池机关重重 布局精妙 您要记住一件事情 我们身为工程武将 多知道一些城池如何防御 那我们北莽而狼就可以多活无数 董卓抬起手臂指了指葫芦口方向 沃宫城是幽州第一座城池 为了拔掉它 届时我们肯定有数千人 乃至过万人战死在那里 注定无法再回到草原故乡 我当然希望我军所有人都可以活着进入幽州腹地 甚至是一路打到他们黎阳的乡凡 打到那烟赤王把守的南疆 好看一看那大海到底是怎样的模样 但是这不现实 打仗就会死人 否则大将军杨原赞也不会心存必死之心来打这场仗 董卓突然面容争鸣 厉声道 我董卓今天赶来这里 其实只想跟诸位说两句心里话 我北莽而狼即便要死 也要战死在更南方的地方 要死 不要死在一个土地贫瘠 疆域狭狭的北梁 要去死在富饶的中原 去死在泰安城下 去死在南海之滨 北莽九万先锋大军 如决堤洪水涌入葫芦口 那些宝寨封碎 就像浅滩上不起眼的石子瞬间淹没 葫芦口最北封吉宝 连同六座封碎 幽州卫族一百九十七人 与建一支不胜 战死 清凤寨被破 三百六十二人 两刀全部出鞘 战死 白马宝被破 两百一十三人 补内无一处不起硝烟 全部战死 葫芦口北部宝军核心 藻马寨 遍地尸体横沉 除了被战损严重 气急败坏的北莽骑军 在尸体后背捕上一刀 无一人死于逃跑途中 伤口全在身前 藻马寨周边十八大小宝寨 除了南部最后那座鸡鸣寨 全部为北莽大军攻破 无一人想 鸡鸣寨不同于其他大多 建于河谷的宝寨 位于一座矮山的陡峭山崖之上 无数北莽骑军在山脚两边 快速打马而过 呼啸如风 大概是为了追求兵贵神速 想要以最快速度推进到沃宫城外 并没有理会这座既孤立无援 又无关紧要的小寨 寨内 甚至都不是都尉 而仅是副尉这么个芝麻官的主将 把所有士族召集起来 230多人 所有人可以清晰听到 山脚北莽马蹄踩踏的巨大声响 以及那些北蛮子 策马狂奔喊出的怪叫声 鸡鸣寨副尉唐燕超 是个身材高大的中年大汉 典型边关老兵体一个 军中禁酒 几次都是因为酗酒物事 本来早就可以当上都尉的汉子 就这么在鸡鸣寨号着 每次喝酒 唐燕超都要跟那些大多年轻的属下们 吹嘘他当年 曾是前任齐军副统领玉铁山的亲妹 早年是如何跟随魏将军 在北蒙境内大杀四方的 寨内的年轻人 起先还听得心神摇曳 可年复一年 听着那些东西 耳朵都起老茧子了 于是每次唐夫为酒后吹牛 很多人都开始摇头晃脑做鬼脸 如果唐燕超没有醉死 瞧见这些小王八蛋 在背后模仿自己的腔调 倒也不如何生气 只会骂上一句 兔崽子不晓得敬重英雄汉 以前就算有幽州将校来巡视寨子 也穿不整齐假皱的唐燕超 破天荒穿戴的一丝不苟 连那邋遢的满脸落腮胡子 也给刮了去 差点都让人认不出父为大人了 若是平时 肯定会有一些胆大的年轻士族 凑上前去嬉皮笑脸说呦 副位挺人母狗样的啊 咋还没找着嫂子啊 可此时此刻 绝大多数人都只有心思沉重 半点笑脸都挤不出来 寨子那几名年岁不小的老人 就站在唐燕超身边 也都在默默检查甲咒和弩刀 唐燕超环视一圈 语气淡然到 没过二十岁的 还有 在家里是独苗的 都老老实实站在原地 不是地 出列一步 不算唐燕超和他左右两侧七人 前方两百二十一人 粗略看去 走出来一大半 唐燕超举目望去 突然指着一个娃娃脸的士族笑骂道 白有福 如果老子没有记错 你小子才十八岁 瞧着更是连十五都没有 给老子滚回去 瞧瞧 复卫大人好不容易端出点本官的架子 这才几句话 就马上露馅了 一口一个老子 活该一辈子都摘不掉那个父子 较白有福的士族 仗红了脸 大声道 阿爹说了 当兵打仗吃响 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那么上阵杀敌 也是应该的 唐燕超一手扶住腰间 那把今年财新换过的北梁刀 笑道 那你娘就没偷偷告诉你 别真拼命 白有福满脸尴尬 轻声道 还真说了 顿时笑声四起 唐燕超抬起手后 复归先前的寂静无声 这名恐怕连幽州刺史听都没听过的副尾 陈声道 燕将军先前有令 要我们葫芦口保债 只需拒地死守 不用出去迎敌 唐燕超停顿了一下 所以这次出寨杀蛮子 是我唐燕超违抗军令 站在原地的 留在寨内 出列一步的 也可以不用下山 对 下了山 这辈子就算交代在山脚了 这没什么好隐瞒的 谁都不是傻子 我唐燕超活了四十来年 上阵四十多次 算起来一年一次都有余 这辈子除了没找到媳妇 没啥好说的了 你们那些连二十岁都没到的小玩 离活够的岁数还早呢 好好活着 唐燕超指了指北方 恶狠狠道 老子当不上都尉 当不上大官 不丢人 但是北边债铺李景 胡林 刘支远那帮家伙 肯定都战死了 老子要是躲着不死 丢不起这个脸 就算老子丢得起这脸 咱们鸡明寨也丢不起 唐燕超怒吼道 出列的 跟老子走 到了下头 没了军阀管束 唐燕超再跟各位兄弟们 一起喝个痛快 这一日 鸡明寨父为唐燕超在内148人 率先战死于寨外的山脚 随后 年纪都不到二十岁的 其余八十人战死 其中 白有福被一名加速冲锋中的 北莽骑军用弯刀捅穿脖子 他死前只有一个念头 要是能打到北莽境内 死在那边就更好了 没过多久 一名白发苍苍的威严老将 在这处山脚停马 下马后望着尸体分作两波的血腥战场 老人向身边一位铁甲上血迹斑斑的将领平静问道 我方折损多少了 那名武将狠狠抹了把脸 幽州宝寨功弩极锐 且人人死战到底 只知道我们战死的就有四千多 受伤的更多 正是东县主帅的杨元赞 脸色凝重 重重叹息一声 这还没有见到葫芦口三城的卧宫城 更没有见到燕文鸾的精锐不足啊 杨元赞看着山上那座注定空无一人的鸡鸣寨 自言自语道 这仗没法打呀 杨元赞看着山一边没法打探索 witnes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